大家好,我是小老弟老铁们,今天这一集是上一集开箱SPEC的保护壳 有的小老弟私信我说,那个颗粒的指滑 就是说现在很多手机壳上面它有做刻痕或指滑的这个颗粒 它希望我再谈详细一点 它说,奇怪它这个不是有很多的刻痕 为什么我会说抓不住 为什么我说很滑 那这一集我就是细细的在跟各位去分享 我现在桌面上这个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刻痕的代表是这个ZHG的 这个是ZHG的,这个叫做什么,是不是什么Hammington什么的 它的旁边是平的,可是它是有做刻痕 它这个是好像用刀子这样刻,割进去 那这个是SPEC的,SPEC的这个是它直接,它不是刻痕 它直接把纹路做出来,凸在外面 那你们现在要来比较说这种的差异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抓不住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Utherbox的这个 它这个是磨起来很像橡胶,软软的 很像那个雨刷啦,或者是你们那个照后镜 照后镜,那个铁不是有一块塑胶会把它防止生锈的那一种 有一块橡胶嘛,那一种软软的 然后它有做一个这个雾面 我觉得这个比较舒服 那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啦 我现在来比较说这两种刻痕的东西 我用近一点给你们看 为什么我说如果以这两款来讲 我会认为ZHGG的会比SPEC好很多 SPEC它是一个,我是觉得应该是它的材质 材质可能 我觉得它的材质如果不要做那么光滑的话 它做这个刻痕的话就会比较好 那现在它做这个太滑了,抓不住 为什么抓不住 我先跟你讲说像这个ZHGG的啊 它这个刮痕,它这个刻痕它是刻进去的 它是好像用刀子这样刻进去的 所以这个就好像什么叫指滑 就是说我们汽车的轮胎 你汽车的轮胎你不可能为了纹路 你是在上面加东西嘛 所以它是不是把它刻进去 所以刻进去的话,其实我手在摸 或你汽车在着地的时候 你其实你的手大的面积是可以碰到这个平整的框啊 所以我来摸这个ZHGG的这个刻的感触就是说 我现在是摸到这个框是很平的 只是说摸到的时候你感觉到说这个框 上面有刻痕凹进去 所以你整体在摸还是很舒服的 就是说你在握的话是很舒服 因为你还是可以很紧实的握住这个边啊 所以它是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厉害的是它刻痕它还不全刻哦 它给你刻一半 让你说你除了可以摸到刻痕以外 你还可以摸到原来平整的面 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ZHGG的这个 呃,雾面的这个 Megasave这个保护壳 这个叫什么Hamilton什么的 Snap的这个是 我觉得很好 这个我就非常推荐 那Spec这个为什么是抓不住啊 它的现在的问题是说 它的这个刻痕 它不是刻痕 它是做凸的凸出来 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在摸一个平整的东西 你摸上面有颗粒啊 而且它颗粒是这种直线的颗粒 所以我今天我在摸这个 呃,我今天在摸这个接触面的时候 我更费力啊 为什么更费力 我手接触的面积是 我每一次的接触面都是接触到这个 这个凸起来的最小的那个表面 所以我在摸的话 我反而我要抓得紧的话 而且它这个材质很滑啊 所以你每接触的一个地方 它的这个很滑啊 所以你要更出力 或者是更用更大的力气去 去抓去握它 不然你会有一个 好像要滑下来那种 要滑下来的感觉 因为你现在是在摸一个表面的颗粒啊 你摸不到这个整体的平整度啊 你的接触的面积是摸这个凸起来的 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 所以就是 就会很吃力 然后吃力的时候 因为它会滑嘛 所以你就会多一点力气去压在这个 凸起来的表面 所以其实你在握的时候 其实你会不舒服啊 不舒服的原因就是 你会摸到一根一根 因为你拿久了 你要出力啊 所以你就一直会摸到一根一根的东西啊 你摸不到这个壳的平整的面 所以就是 好像你在摸一个颗粒的一个手机壳 就会吃力 然后这个 你说它会止滑吗 它这个表面又很滑 所以就是 就会我会 就比较失望 就说我拿到这个壳 就是我会很想要 就会马上换掉 可是你说这个壳 我觉得这种壳 你要怎么样去 可是我今天已经买了啊 那你要怎么去改善 我认为这种壳是比较适合你的手 很容易出汗 很多水啊 很油很黏的啦 所以我建议说 如果你要用这种壳啊 我刚才发现说 你可能是手啊 我现在是 你可能去手要用水 你最好是用水啊 还是用什么 你去把它涂一涂 我这边有一杯饮料啊 我故意 就是你要去摸这个饮料嘛 饮料有这个水嘛 你要用水 然后你把这个表面 你每一次要拿这个壳的时候 我建议你用水或什么 把这个表面弄得湿湿的 你在拿的话 我觉得感受就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是手很干的话 这个就没办法 我就拿不住啊 这个壳就是我拿起来很吃力 然后就一直摸到旁边这一条一条的 就很不舒服啊 等于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壳啊 其实像这个ZHG 这个它这个壳 它旁边是不是有做这个一圈 我说有的壳啊 你在摸的时候 你会摸到这一条 很不舒服啊 那因为ZHG 它是一个 它做这个颗度 让你在摸的时候 你虽然有旁边这个 可是你会摸到这个颗痕 所以你会 你会很自然的去抓 这个表面的这个颗痕 你就不会太摸到这个转折处 所以你这一条的这个 不舒服的感觉 就会被这个颗痕 你等于说会替换掉 那你今天 你现在这个 ZHG这个的感觉会说 它把这个直的这条颗痕 它变成横的 然后排列一排 给你排在手机的两侧 所以你在 哇 你就是会摸到一只 一只一条一条 凸起来的东西啊 我是觉得这个 在摸 长时间摸的话会 很不舒服啊 所以就是 这个是我的自己的感受啊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啊 你们在自己去看说 你们喜不喜欢说 有这种凸起物啊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说 如果 SPEC这个 我还是喜欢它原来平的啦 就是平的 就你就做中规中矩 然后做那种 硬刻的会比较好 不然就是我会建议说 像这个 ZHG这种 把它刻啊 是刻进去的 直滑的话 应该是刻进去会比较好 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Uterbox的这个 Symmetry这个啦 它这个为什么会很好 因为它这个 第一个它这个橡胶是 它这个 是比较软的 它有点那种软软的 你用力压它有点软软的哦 然后它表面又有点这种 好像做霧霧的 有时候这种塑胶 你会觉得它太光滑 它就做一点像霧霧的 然后它又软软的 所以你在摸 就觉得它 不会太滑 也不会太黏 也不会什么 所以它这个边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 又是很滑 然后又很平顺 它的这个滑是有一点 就是又可以直滑的那一种感觉 所以难怪Uterbox它做很久了 所以它的这个技术 它会去用这种配方 我觉得不错 然后背面是这个很 很光滑这种房屋的 所以它的手感是很很多 第一个是橡胶的那种手感觉 很像那种橡胶软软的 接过来一个平滑干净的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这两个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我说 那一个差别 就是说自业俱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今天已经跟你解释说 这种磕痕磕进去 跟凸出来的就是 手感是不一样的 那我建议说 如果你spec喜欢这种的 我建议你要买这个壳的人 第一个你的手 最好是很容易出汗的 因为它这个壳我觉得很滑 然后它滑的时候 它做这个壳痕 反而不会让你更直滑 而是让你更滑 因为它这个是凸出来的 所以你在抓的时候 你在抓每一个的这个面积都很小 滑滑的很小的面积 你还要去抓它 而且你抓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偏硬 因为它是一根一根的东西 你今天再摸一个东西 它不是平整的 所以你就一直在摸 一根一根的 好像凸起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的感觉 就会比较硬了 所以GAGG这种就比较不会 这种就摸起来 就会比较顺 所以这是我的感觉 然后不然就说 你这一个 我建议你这个是要用水 就是你可能要使用之前 你就是 我用一下就是说 你这个看有没有什么饮料 或一些什么 你要把自己的手 要沾得湿湿的 然后先把这一个克尔先沾湿 把它沾湿就是不会那么的滑 你再拿就感觉会稍微好一点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希望我这样解释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有这种紫滑的表面 我认为用磕的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做凸出来的话 我觉得拿起来会更吃力 好吧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了 咯